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這幾年大家都比較知道 怎麼樣過生活 譬如吃東西 我們都要選食材好的 而且我們在廚房作料理的時候 我們也不希望 這個鍋子漂亮的買回來 結果因為這個瓦斯爐 或是因為什麼樣的因素 我們的鍋子變得很壞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來分享 研究就是 鍋具怎麼樣用呢 然後讓它不會舊舊的 而且可以保持得非常好 而且你可以做出很美味的料理 好的,我們請來兩位特別來賓 其中這一位 他是真的很會作料理 而且他很會作甜點 最近剛好都一直在烤一些 待會兒請教他 很厲害 來的八點檔稍微休息一下 他就可以學一些別的東西 我們的賓家綺 另外就是我們 鍋具小鮮肉李明達先生 我是阿祺師 賓家綺 我是鍋具達人 小鮮肉李明達 今天與美鳳約什麼呢 居家料理的好幫手 讓你安心煮飯 沒煩惱 好 阿祺師另外一個自己 真的還這樣自己小鮮 還放肩好 我如果沒有介紹他小鮮肉 他就會覺得很落寞 不會 現在 就是我覺得這個小鮮肉 因為美鳳姐 其實你看很多藝人出來 他們都有個藝名 雖然我不是藝人 可是總是要有個 讓大家記得我的一個 對不對 除了鍋具達人之外 還要加一個小鮮肉 那就像我們B恰奇一樣 阿祺師耶 沒有啦 很厲害耶 你有去找到什麼 沒有啦 我就是... 我們這一陣子殺星之後 我就去藍帶去上個短期的 藍帶耶 今天藍帶... 會來的藍帶大師 我今天已經... 一定的幾個 不刺在旁邊 沒有 有個大師在旁邊 你如果做甜點 你真的要很刺 它甜點現在很厲害 那個美感 就是做卡通、做什麼 它是做得非常漂亮 那做料理其實它也會 我昨天烤了一個蛋糕 跟石頭一樣硬 所以這個做甜點 真的好難哦 是不是 是,好,今天就好好做了 當然 做什麼料理 要現場 因為我前一陣子才看到美鳳姐 我們有去馬來西亞冰城 對不對 去冰城那邊 其實我也常常去馬來西亞 也是在那邊做節目嘛 就是也都是料理的 可是只要跟他們... 他們那邊都... 因為華人很多 是 然後都看美鳳有約 我只要一講到美鳳姐 他們全部都知道 所以說我也剛好有去那邊 去學了一道 冰城炒果條 我才剛回來 冰城炒果條 是他們拿手的哦 對,我也很愛吃 他們的味道很重 重鹽味 因為他們的味道是很特別的 你真的要做那個嗎 對,可是當然稍微有一點 口味上的差異就是 因為他們的醬油是那種 苦中帶點甘味的那種黑醬油 這邊我找不到 所以我就用甜醬油了 OK 所以我今天帶來的就是 冰城炒果條 還有一個我們很愛吃的一個 剝皮辣椒雞 剝皮辣椒雞的食材有 雞肉一百八十克 因為剝皮辣椒我們要比較長時間嘛 對不對 所以我準備的就是 我這個雞肉我先把它... 汆燙過了 對,汆燙過了 然後還有剝皮辣椒的罐頭 我準備拌罐 好,我們乾香菇 我們把它泡水 然後還有一些的薑片跟蒜頭 好,那你就可以來做了 我就先把薑先把它切一切 好 其實薑或什麼 我們阿提斯也可以耶 你說切東西它也沒問題 它也可以參與一下 那就要麻煩大師了 是,冰姐大師 對 你不要這樣說 我上去的時候 我在藍帶的時候 上課的時候,你知道嗎 我還切到手 因為什麼 主廚就站在我旁邊 然後我刺到... 你知道我太緊張了 然後每個同學切東西都很快 你知道 我也為了表現要切很快 結果不小心 然後現在主廚在你旁邊 又好緊張哦 這樣一考試的話就不行 對不對 我當初去烤中餐的證照的時候 其實我切的時候 一開始也是很慢切的 就是切得很慢 結果我發現時間要到了 就突然... 就切得很快 一個好像就突然變得很急迫 對 其實戴手套 我覺得烤這個的最主要 你先去洗 像薑片 我們就直接下來就可以了 對不對 我們作料理 它會看的就是你乾不乾淨 對,衛生最重要 好 好,再來就是唯一擺個手好 戴手套有時候不好吃耶 就是做事好像就比較不方便 對 好,那個薑切片 對,薑切片的話 再來我們蒜頭也下去 其實剝皮辣椒很簡單 我們雞肉汆燙過以後 就是把它的料都把它放下去 丟進去就好了 那就像肉骨底也很簡單 你買它的材料回來 大蒜什麼下去 我好喜歡吃肉骨底 你知道肉骨底還有兩種 它一種有中藥的 另外一種是 就是純胡椒的 對 所以我覺得兩種 口感都還滿不錯 我都喜歡 我都喜歡 那個白胡椒也很過癮 而且還可以就是說 現在冬天到的話 你要胡椒可以暖胃 會 對 對,很好 好,我們這個剝皮辣椒 我們現在就要稍微讓它 再燉煮一下了 對啊 好 再來就是冰層炒果條 這個臘腸 臘腸我們先把它放到 這個滾水裡面 這個是什麼 臘腸 這個是臘腸 好 修臘腸 先汆燙一下 然後這個的話我也 一起哦 一起 這個有洗乾淨 我以為是汆燙 所以汆燙的話 最主要其實我們臘腸 它本身就有一些甜味嘛 對不對 然後我這個時候汆燙的時候 順便把這個 其實在馬來西亞 我吃了他們的草果條 比較像是像我們吃的這個 算是冬寬粉 寬粉 對,那種口感比較像寬粉 所以我就是... 小的蓋子就可以了 這個 所以你現在就是它的那個臘腸 釋放出來的味道 然後讓這個寬粉去吸收它的 所以把它這樣放下去 這樣沾沾 對,先把它沾沾 稍微沾沾 灑稍微軟的時候 我們再來炒這個東西 好 我現在就來先加一點油 好 來 我們要先把這個蒜頭 先把它爆香 好 我現在這個蒜頭爆香 再來我先把這個蝦仁 蝦 對,白蝦的蝦仁 我們先把它放下去 先把它炒一下 好 對 好 因為新加坡、馬來西亞 他們就是因為熱嘛 所以他們喜歡重口味 對 他們也會有一些什麼 那個... 肉骨茶 肉骨茶之外還有一個... 咖哩 咖哩還有... 他們咖哩有很多種口味 對 就是還有什麼雞木瓜絲 然後還沾一些什麼... 口味都很重耶 對 對啊,所以他們都會吃辣的 還比較多 對啊,你今天怎麼沒有辣椒啊 對 我怕說有人不吃辣 對,所以我就不太敢準備辣椒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放了幾根辣椒 當然,你可以放一點點辣椒 而且辣椒是不會辣的 其實它是最後下辣 它點綴 對,讓整盤顏色比較漂亮一點 對 這個在大師前面 我就真的不敢講話 沒有啦 不用這樣子講 我也是半吊子啦 沒有,這個在學藍調的 怎麼還會有... 藍帶那個 藍帶 藍調 對,藍帶 這些藍帶的真的還沒有拌掉 好,我現在先把臘腸 我要先麻煩冰姐幫我把它切片 小心燙 那這個時候我這個寬粉 可以了嗎 可以的 而且美鳳姐 你們有發現很奇怪的事嗎 是 這個是 玻璃鍋一般都不能用電磁爐 對不對 對哦 對 可是我這個玻璃鍋... 它不會倒熱 對啊 它不會倒磁嘛 對 一般因為我們一般... 對,一般要倒磁的話 我們都是要那種可以倒磁的 比方說有不鏽鋼的 對 這個就是很特殊的地方 你看我電磁爐上面 我有放一塊 有沒有 我有放一塊 這個是解能板 就是解凍解能板 像我家的那種鍋具上面 都有放這個東西 對,好 這個就是有的鍋子 要直接跟明火碰在一起 對 這樣也... 我們家裡的鍋具 很常碰到一個 對,我的就是 你知道 我的鍋具 我有好多個鍋子 你知道嗎 可是每個人介紹說 這個鍋很好洗 一直用水沖就好了 但是你知道 我每個鍋子煮完之後 你知道會比較黑的 是 會黑的 因為有時候它會那個 醬汁跑出來 對 然後你再漂亮的鍋 然後有時候你會刷... 它永遠都刷不掉 沒有馬上處理 有的時候就不好吃 而且尤其碰到這種醬油類 我這個醬油 你看我今天準備了三種醬油 其實我這邊有 泰式甜醬油 還有準備我們的蠔油 然後再來是一般的醬油 是 泰式甜醬油跟油膏 我都是用兩大匙 醬油一匙 對,然後這個是魚露 魚露 對,像這樣子 好,我們稍微先讓它攪拌均勻 這樣,加了魚露 就有東南亞的味道了 好,味道 讓它... 這個大概要收集一下 對 好,然後我們這個先炒一下 讓它去吸這些醬汁 它不需要放米酒嗎 不用 這個不用 其實在馬來西亞 他們沒有在用米酒這種東西 這是我們台灣人在用嗎 他們反而就是會用紹興 對,他們用黃酒用紹興 對 紹興其實... 對,有時候紹興加進去之後 那個味道會有點甜甜的 那個香氣又不一樣 好,那還要放那個... 來,再來我要打... 麻煩丁姐了 對,放我打三顆蛋 然後我待會兒三顆蛋要下去炒 對 好,我們這邊 湯也快差不多了 對,就像我這個鍋子 你知道像... 這下面我也放一塊煎囊飯 其實像這種比較高級的鍋具 我們... 你看外面這麼漂亮 可是我們的爐架 它本身上面就有很多硬邦邦的 對 有時候要很硬 硬邦 對,硬邦就很難看 對,看起來新款就濕濕 可是放了這個節能板 我放在上面 這個鍋子都不會去受傷 以前有那個... 我們也介紹過節能板 可是它就只有 家屬上面可以用 它會很低 好,其他什麼電磁爐 什麼都不可以用 對 你這個可以用嗎 這個可以用 因為後面它有一個... 做什麼 做導磁片 所以算是我買的這個是有轉移的 對 而且你知道嗎 一般我們炒菜,你知道嗎 有時候炒... 就是想要展現自己的功夫 常常會把菜給炒出來 然後菜就會掉到那個爐子底下去 你知道 我們每次要清那個清了好久哦 如果我們在爐架上面 我們的爐火就不會順 就一口一口 家屬變成這樣 也變成家屬燒不住了 家屬燒不住就產生黑煙 產生黑煙的鍋就變成這樣 黑素 對 所以說在我家裡的鍋具 絕對不會有這種情況 因為我都有放節能板嘛 那變成說它不會直接直火 接觸到我們的鍋具 所以電磁爐也可以 對,電磁爐也可以 好,我像這個果條 來,我把它加蛋下去炒 加蛋 對,我們把果條先撥到一邊 然後蛋從這邊下 你真的有去馬來西亞 教人家作料理啊 真的啊 這是... 還是介紹鍋具 介紹鍋具作料理都有 對,也有介紹道具 通通都有 對 好 去那邊就... 這樣可以開一點火嘛 對不對 可以,對 好 去那邊的話就是 好像到了美食天堂一樣 一直吃 對啊 什麼都好吃 好吃 對,好 這時候我們就把韭菜跟豆芽菜 我們豆芽菜把它放一些下去 豆芽菜要這麼快放啊 對 因為我們這其實已經差不多要起鍋了 那我們那個呢 這個呢 對,也要放下去了 好 然後腊肠跟韭菜 好 好 好,韭菜 好,就像這樣把它拌一拌 好 好,這時候我們把它拌均勻的時候 我們就差不多可以上桌了 可以 好香哦 好,味道出來了 對 他們這個... 其實我知道他們當地真的是厲害的 就是他們收汁的都收到恰到好處 恰到好處 對 他們都收到那種恰到好處 抱歉 你真的有去馬來西亞嗎 真的 好 而且我還知道他們的美鳳有約 都在福建台播 真的 然後他們那邊只要是講到說 美鳳講到每個人都知道 但是如果說講到小鮮肉 沒有人知道 好 因為小鮮肉太多 你會想到... 那邊有很多小鮮肉 有咖哩口味的 印度口味什麼都有 我們現在來先把它盛辦 那要不要換一個稱呼 就是馬來西亞小王子 以後你去 你這誰是馬來西亞小王子 這個可能在他們當地已經有了 對 有啦 對,其實我在那邊也是就是... 都是跟他們那邊的廚師 號稱鐵人廚師的人在交流 這個我待會兒再來把它 扣扣 好哦 好 好,那我們這個湯也都OK了 對,因為我們剛剛這個是有先把它 汆燙燙熟的 所以這個在煮的時候就比較快了 好 這個,請用 好 OK了 好的 現在我們就可以... 好,OK 好 那我們可以準備上菜囉 這不錯耶 明達,你這樣子 洗水又漂亮耶 讚 來,那我們現在來自己喝雞湯 這個就是 鳳姐,我幫你 麻煩你 好的 我加一點那個 那你也來個雞湯 好的 然後一點肉 謝謝 好,不要客氣 好 感恩 好,謝謝 謝謝 來,我幫你煮 謝謝 我要香菇跟辣椒 好 我喜歡香菇跟辣椒 好 好 OK 好,謝謝 來,不要客氣 其實才這樣一下下的時間 它已經很入味了 然後薑的香氣也很棒 我很喜歡吃薑 然後再加上剝皮、辣椒 甘甘嘛 它很清爽 對 滿爽口的 其實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一個人在家 有時候就覺得 冬天快到了,你知道嗎 我就很喜歡喝雞湯 然後我覺得這個是超方便 就是所有的食材 全部都丟進去 對 一下就煮好了 今天在冰姐前面 我真的不太敢講話 幹嘛 這麼懂得料理的 我在旁邊就現醜了 你知道嗎 對我家看那個順序 好 那個鍋子也很可愛 像這個南瓜鍋 你知道 它這個鍋子很貴 你看它的... 它外面這個如果說去扣胸 那就心很痛了 所以說這家裡的爐架 就是像這種瓦斯爐架 它這種都是硬的嘛 對 不然你去扣胸的時候就太壯了 等一下有時候還扣不住 對 有時候會變成... 你現在把它放在上面 像我這個如果要擺下去的話 其實它不會穩 你知道嗎 因為它的這個形狀 有沒有 它這個會滑動 不一樣 會滑動 除了像這個會滑動以外呢 如果說像我們這外面買的 還小哦 接著像荷包蛋 早上那種藝人 這個就完全放不在嘛 比較小一點的奶鍋也是一樣 這個會滑掉 對,這個就很危險 所以說我這個爐架 你那個就派上用場了 對,像我家裡的 我就會把它... 直接把它放在這上面 瓦斯爐上面放了節能板以後 像我剛剛這個放不穩的 直接放在上面 都穩了 對,這個不規則形狀的 對,或者是說 其實我們也知道說 有一些器具是 不能直火加熱的有沒有 對,這個是不能直火加熱的 那我們就可以放在上面做加熱 特別是有時候在家裡 我們可能會想說煮咖啡對不對 煮咖啡的時候 你像這個爐架有沒有 它就放不下去了 我都是這樣子又放上去 你不可能在那裡放在爐架上面 因為你放在爐架上面 它瓦斯出來那火就不順了 對啊 對,所以說 現在放了這個以後 我連模卡糊這種糊 我統統都可以把它放在上面煮 好方便哦 對,這個除了說它可以讓我當成 我們講的是說節能板 它還可以讓你不挑爐具以外 包括它還可以當成解凍板 解凍板 對,解凍板 你看我現在現在我把它... 牛排、冷凍拿出來要煎 對,我像這個把它放上去的時候 你看它這個溶的速度 會非常的快 我旁邊這個盤子 我乾脆我拿這個盤子 我也放一塊冰塊上去 你會發現這個盤子是... 這個冰塊是根本不會溶的 這個的話 它就會速度非常快的 這樣子去瞬間融化 對耶,它真的是在融化耶 對,就是... 所以說我們有時候突然 冷凍庫拿著各種冷凍食材 只要把它放上去 它會幫你快速解凍 對,解凍的話 它是一個附加的功能 因為我外面看很多 它就是單純解凍板的功能 對,它這個的話 是還可以變成解凍板 而且我們的鍋具放上去 你看它旁邊還有這個鍋槽 已經融入了 它還有做到一個 對,防滑的作用 其實這個如果說 你把它放在爐架上面 變得很安全 對 不是只有加速可以用 這點我覺得比較特別 它的電磁爐、黑金爐 就是因為我們家裡有的鍋具 是不導磁的 或者是說不能直火的 那我們用上這個就很方便 那我就想 現在放在爐架 是放在電磁爐 你現在火關掉 它鐵板其實還是熱的哦 對,我現在做一個 做一個實驗給大家看好了 我這邊有先 先預熱一塊解能板 我又有先預熱一塊解能板 正常我們瓦斯爐火 你只要一關掉 它就不會滾了 有沒有 你看這個鍋裡面 我再開一次哦,你看哦 我現在如果說火打開有沒有 它已經沸騰了對不對 有,起泡 對,那我現在把它火關掉 它是不是瞬間就不會滾了 來 那我現在直接把這個鍋子 把它拿起來 放到這上面來 你會發現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還在滾 它就瞬間滾得比剛剛還要厲害 為什麼 因為這個解能板 它本身非常的厚嘛 很厚的話 它就有一個蓄熱的作用 那不是像以前用的 那個是綿火在煮鍋 對,那如果說把它放在瓦斯爐架上面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 有時候我們在煮湯 湯看八點檔 看一個美鳳有約 不會掉了 結果都撲出來 撲出來的時候會作成一個 總共就是 它在碰到這個爐 碰到這個瞬間 它會產生蒸氣 產生蒸氣的時候 會直接把你的火把它弄熟 那加速就在滾 對,那我們現在如果說上面 把它放一塊節能板的話 那我的水怎麼噴 它都只會在上面 瞬間氣化 它不會直接接觸到你的爐膽 所以有時候炒菜 飯粒菜式 你也不用擔心 它在上面把空撞掉 對 所以說這個 讓我們帶回去的時候 不管是鍋具 或是說我們的瓦斯爐 它用了再久 其實這整個就都跟新的一模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也很方便 是我們在燉煮東西 然後就說 不是說人家還有燉一個小時什麼的 對 我就可以節能 可以把瓦斯關掉 就放在那邊 讓它自己慢慢的燜 重點它還有一個 就是因為它本身會蓄熱 以前你在燉東西時 你都開大火 對啊 但是因為它就像一顆蓄電池 所以你等到它的熱度到的時候 你只要開小火就夠了 它就會這樣子不斷的 就是慢慢的把它儲存起來 然後釋放到鍋具上面 現在還在滾... 對,現在還在滾... 現在還在滾滾 它便宜 所以說 你的鍋子有的是 有的人買那個鍋子 那個比較可愛的、比較小的 瓦斯不能用的 我們就可以放這樣 對,可以 我們沾瓦斯也可以用的 對 是 所以現在能源問題 潔能源 大家都也很重視 包括環保各方面 所以有這樣一個好幫手 對我們來講 真的還不錯 省時間又省錢 對 無形中對不對 都有省到 所以又可以輕輕鬆鬆 做一些美味料理 真的是很不錯哦 然後你的鍋子 還可以保持跟新的一樣 對啊,然後廚房也可以很乾淨 沒錯,心情就很好 對 好的 今天非常謝謝你的分享 二位的分享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這個要不要這樣 謝謝 拜拜